我觉得现在的关键呢 是在于说郭台铭他接下来 还会有些什么样的动作 第一个他那天在记者会上面 他有透露他要去日本 然后回来之后呢 他就要到地方上面去请走 就是郭台铭的动作的强化 会对于侯友宜这边呢 无论如何他一定会造成 相当的这个压力 所以呢就再讲一次 就是侯友宜呢 他的有关于他什么时候 他现在已经其实是 已经表态的差不多了 他现在就只差一个正式的宣告 我认为还是应该就是 他要把这个时辰呢推前 认真的考虑赵先生的建议的 就是说在市议会 开议的施政报告那一天的时候呢 因为你今天如果要参选 你最需要去报告的 就是新北市民 然后新北市议会 把这个行动呢 把它堆高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呢 冲出来 我觉得才能够累积他的能量 那就朱立伦来讲 我实在是不知道 我实在是不知道朱立伦 他到底是存着什么样的心 去操这个盘 很多事情呢 其实就是开大门走大路 你今天呢在 郭台铭已经说 他要来参选的情形之下 你党内呢 又不断的去放出一些 很奇怪的消息 一会儿说呢 不要民调 那一会儿说呢 要民调 要民调 而且要把韩国瑜什么都弄进来 你把韩国瑜弄进来 还是为了什么呢 你今天呢 对不是很奇怪嘛 你今天如果说是真的站在一个无私的角度 希望这个国民党呢 2024呢 能够重新拿回政权的话呢 你就把游戏规则讲清楚嘛 说明说清楚讲明白 但有什么好不能够协调的 这些人现在都在国内啦 这个郭台铭如果说是在你 在他出国之前的时候 你就已经跟他沟通了 那你跟侯友宜沟通的是怎么样 赶快把这些人找来 把他谈一谈啊 然后该做的就做啊 又什么好拖呢 夜长梦多 而且越你越拖 传出来这些风声 对国民党就是越来越不利嘛 今天什么朱立伦要跟郭台铭搭档 选这个正副总统 然后呢 这个什么傅昆奇 有心要搅逐这个立法院来的立法院院长 今天国民党的发言人出来说 严正否认说没有这回事情 那你党主席讲清楚啊 你党主席把这些东西讲清楚 把这些规则讲清楚 那大家就没有疑虑啦 他就党主席很奇怪 朱立伦都不讲啊 上次是那个 他那个秘书长黄建廷出来说 哎呀我的观察跟朱立伦这么久 他应该没有要选总统 那今天又搞了一个那个什么 什么发言啊 副发言出来说严正脖子 朱立伦自己出来讲啊 你朱立伦没有嘴啊 你党主席不能出来说 我告诉你我绝不会 黄建廷只是说 我不会参加总统的选举嘛 那有时候你不会当副总统吗 没有 那也是你的权利啊 把它讲清楚就是了嘛 我也不 就是说你要讲 你要做 他跟郭台铭讲好 是我做你副总统 你出来讲清楚就好了 否则的话 真的大家搞不懂 你在故弄玄虚 装神弄鬼 在弄什么东西嘛 你讲清楚嘛 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你不要说 郭台铭 侯友宜 你照着让党主席跟他们沟通 都应该开诚布公 你连费洪泰跟徐巧鑫 你都不出来 闹成这个样子了 叫蒋旺安出来 蒋旺安凭什么有什么资格 蒋旺安台北市长 议员他管市长 议员还接着 蒋旺安能够怎样 看到徐巧鑫说 你不要出来 蒋旺安敢讲这个话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朱立伦就应该出来 你也不出来 那你这党主席在做什么 你每天在干什么 我真的很怀疑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